后产生了一个更大的军事冲突 我觉得是这样的 好 掌声谢谢所有的嘉宾 表达您的看法 那么我们看一看 在画面上所看到的中方特别强调 希望呢 域外的国家不要来参入 但是域外的国家不是刚刚我说的俄罗斯 还包括了印度 最近也有些表态值得关注 休息片刻 回到现场 一虎一起来待会继续 谢谢 南海并不是他说的 世界人民的共同财产 我们应该从印度这国家的国庆出牌 中国对南海的主权要求 并没有妨碍任何国家 在这个海域的自由行动 为什么中国不一定要把印度点出来 作为一个国家对外的形象的话 他说话应该很严谨 一虎一起谈 争论更加精彩 我们的家 天大地大 我们是大地的孩子 生息延绵 格力让天空更蓝 大地更日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全新奥移A6L 感受 东鹏黄牌大放送 发射卫星导弹拦截 半岛风云再起 是墙上大国的宣誓 还是牵制各方的筹码 在领袖的谢幕与登场间 朝鲜人始终如一 本色依然 他们心中永不远落的红太阳 如何筑起这铜墙铁壁下的迷之国 走出万景台 百年金日成 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欢迎回到一虎一起来的现场 另外还有两位嘉宾加入我们的PK行列 首先为您郑重介绍在我左手边 是国土资源部原海洋办公室的副主任 海洋地质和海洋法的著名的专家 肖汉强 肖老师来到现场 另外看到他 我不知道你今天会高兴还是不高兴 印度的学者高兴来到现场 欢迎高兴 在我们探讨之前 首先先来看题板上 我们所看到的是印度外长克里希纳 他最近在记者会上说 印度主张南海是全世界的财产 这句话引起很大的争议 他说是全世界的财产 那么其航道必须不受任何国家的干扰 不受任何国家 被用于促进相干国家的贸易行为 针对他的这个发言 很多有不同的解读 我想肖老师也非常关注 你怎么评价他的发言内容 南海并不是他说的 世界人民的共同财产 如果这句话要搁在印度洋 倒是比较合适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人周边的国家 管辖海域之外 还有公海 还有国际海底 那么南海没有这个情况 南海呢 有中国的四大群岛 中沙中沙 西沙南沙 他这个所划分的宁海装塑经济区和大陆家 已经把这个整个南海都已经覆盖完了 他性下的九段过界线之外 跟周边国家的陆地的边界也不到200海里 所以南海他并没有公海 也没有过去海底 因此印度外长的这个说法呢 不准确 不准确 这是您的解读 来我们来看看印度的朋友高兴 高兴的表情有点怪 高兴 我相信这个外长您很熟 就事先的透露说 他还是世界上最老的外长 是不是这个老外长 他老糊涂了呢 还是大家媒体断章取义了 误读他的意思 首先我们应该从印度这个国家的国情出爬 因为多媒体 特别是英文媒体 他说这个写的报告 经常把这个外长的和其他的部长的这个报告 很可能会曲解 所以我看了自己很多国家这个英文的媒体 然后我发现他们不是英文一样 外长的意思表达清楚 然后中国媒体呢 是完全把印度的媒体的话 可能这边解释 所以我第一今天绝地不怪中国媒体 我怪的是印度媒体 所以很可能我们可以解释 它是一个个人的观点 而不是印度政府 或者是外交部的一个观点 印度绝对有觉得 没有任何外交直接的利益和理由 就是参用这个已经非常复杂的这个中国 进入南海的话 从一个印度的战略来讲 没有任何意义 你问一个小学书上都可以说 这个印度没有这个利益 今天你说南海 明天说东北亚这些问题 印度没有道理 而且没有这个能力要参用这国际问题 我是这样解释的 如果外长有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们应该把它定位一个 它个人的一个观点 我不知道这个英文原文是什么样 但是从这个汉语的这个文字来看的话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误解 主张南海是全世界的财产 这个我觉得不会才产生什么误解了 也就是说南海不止是中国人的 是全世界的 那么我想就说的这个 但是他下面提出这句话 就航道必须不受任何国家的干扰 我想问就是这个航道受过什么国家的干扰过吗 如果说没有的话 那么他为什么提出这一条必须不受 这是一个伪命性 所以我觉得南海这个 在这个问题上就说 中国对南海的主权要求 并没有妨碍任何国家 在这个海域的自由行情 他当时在现场是面对 有些媒体体制提问回答 因为的确英国金融宝 去年做了一个报告 各网友朋友可以查得到 他的确说了就是中国有些海军的 有些位置在靠近越南 警告了有些船就是你已经介入 这个属于中国的这个海域 所以这个就做了一个警告 那么这个印度记者拿这个问题 都在印度国防部和这个外交部 相合对这个问题 所以外长的话直接说了 就是南海也是一个受国际法 也是联合国海洋法 那么这个航行这个问题上 有些中国也没有反对 他是这样一个解释的很清楚 刚才高兴说我们的海军 对一些船进行了警告 我相信他不会是在 这个专属经济区或者是什么地方 他一定是进入了 我们的十二海里领海了 那么呢 这个外国的船进入了 任何国家的这个十二海里的领海 都是要受到警告的 那么在十二海里领海以外 我相信我们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印度历来是一个保持独立的 一个外交国家 而且呢他某个程度上 通过这个很少就独立以后 整个亚洲地区 跟越南跟俄罗斯跟中国 就在一个社会主义的态度上 有一个兄弟关系 这个我们中国朋友 应该某个程度上可以承认 所以外交是不是当时被有些印度媒体 可能被哪些情况 我们要多了解在这个情况 因为同一个外交在这个南海问题上 说得清楚 因为当时印度这个石油和自然企业 来越南的原因就是他90年代 96年02年然后03年分别 签了不少合同然后投资了 当时中国外交部还没有把南海问题 定为一个核心问题 外交部长现在这段时间 的确能看得起来 南海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核心问题 那这个问题上这些 不管是印度公司 有七八家外资企业 在南海跟菲律宾跟越南 共同开发这个石油 为什么中国朋友 一定要把印度点出来 不管这句话呢 到底是在什么场合说的 可以反映出一个声音 就是说这代表了印度媒体 我们印度的 怎么说不是媒体了 应该是官员 同时可能也反映了媒体 他对于就是中叶之间在南海问题上的一个态度 那么对于他说南海是全世界的 我想这个问题呢 刚才那个肖老师呢也做了解释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说来说去 还是牵涉到一个关键核心问题 那就是九段线 它什么含义 就是我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点上 中国在这一点上应该越来越迫切 要明确的表示了 这个九段线到底代表了什么 我想我希望能够把这个九段线 它具体的含义能够明确的表达出来 如果我们在拿一个手指头对外的话 外面会有十个手指头对着你的话 在这样一个状态下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想我们应该尽量去征写一个主用权 比如说现在 刚才我刚才那个那个高兴朋友可能会 我还在说一点吧 可能会 没关系你说 你说吧 就是那个外长 外长他如果 那个财产他可以 他作为一个外长的话 作为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对外的形象的话 他说话应该很严谨 他不会拿一个property 去代替那个财产 去他完全可以找一个另外的一个词 去表达他那个意见 完了 还有他背后的一些意图 就是印度背后的一些意图 我想如果一个 如果泰森看到一个十八九岁的 浊涨成长的一个青年 可能会超越他的话 那他会 在背后去 有些什么动作的话 那我们也不清楚 菲律宾这个政府 都一直把南海的问题 争端作为一个 转移国内系列的一种决定 菲律宾多大的国家 那么小的国家 他还用军舰 还跟我们海监船对峙 他如果敢在这个岛 来抓我们的渔民 来回我们的军舰 我就要继承他这个最大的 汉密的钝基的军 中国的军舰对国际和平 对世界和平 我们是看好的 一虎一息谈 将论更加精彩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形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 好变形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3月2日记 南航第三架380 远迎北京至香港往返航班 南航A380 飞翔从此大不同 科技巅峰之作 创临卓越人生 第七代凯美瑞 岭市军林 凯美为您成就卓越 广汽Toyota 每周莫分五彩 只比中华文脉 西式之间 畅游建堂级表演艺术的 瑰丽世界 方圆之间 描绘南越大地的风土人情 时代愿景 固境之间 自由漫步神中美景 静在旅程中 寂寞之间 品味文化大家的思想深宴 雅俗之间 包容文化万象 沉浸生命美感 饱览当代文化魅力 罗朗大文化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排 能源危机 粮食溃乏 民土争夺 经济制衡 军事对垒 势力的交集点 问题的零解点 战略专家为您另寻绝境出入 从你通盘布局 借各国博弈之谜 借全球策略之祸 红花狼 环宇大战略 星期日 凤凰卫视中安排 台当的男人问题 当然少不了他 经常在博客上发表 论的就是军事评论员 宋诺平来到现场 欢迎钟平兄 钟平刚刚在我们的场下 也听了很久了 已经憋不住了 您听完之后的感想是什么 来晚了 难道事越来越多了 我迟到了 你迟到了 我今天要想表达一个什么观点 可能我参加其他节目的时候 包括厂下观众 还有厂上的嘉宾 觉得我可能是一个激情者 其实我有很多证据 我今天带了很多证据 大家看看今天这幅照片 这是哪啊 是南海的洪修岛 现在已经建成什么样子了 他们越南在上面阅兵 这是他的主权杯 而且里面建了直升飞机的瓶 等等 你说这个东西 它会和平的拱手 让给中国吗 我们经常说什么 知己知彼才能摆赞不殆 对 我